本土剧《女星兵佳琪》演出过许多快智人口的戏剧 外女人形象升职人心 尤其在《八点党多情城市》中饰演贵妇杨美玲时 将自私视力演得淋漓尽致 令许多观众恨得牙痒痒 在剧中用尽心计价得富贵的她 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个 抱持一辈子不婚不生 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 还曾在受访时透露 是为了照顾失智父亲才如此 虽牺牲不少 但却心甘情愿 这份孝心令人动容 据ET Today报道 宾佳琪认为 每个女人都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女人还是要独立一点 而且一定要有经济基础 自己有事业最重要 还不会言得说 有些人结婚之后靠男人 金钱上全部依赖男人 就会让男人有 你都是靠我的自大感 但一发生事情 你什么都没有 自己有自信最重要 似乎是暗示没有想要依靠男人的打算 不仅如此 宾佳琪还说 即便已经48岁 但他仍努力追求满意的人生状态 一个人活得很开心 我现在这年纪也不要结婚生小孩 之后想要去环游世界 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未来相当有规划 即便不结婚也能让自己过得很好 不过宾佳琪也坦言 不婚除了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外 也是本着要对年迈的双亲尽孝的打算 尤其是曾经担任机长的父亲退休后 不幸患上失智 他一路陪伴照顾至今 虽然为此放弃了很多 但并不觉得委屈 我爸妈都在 注意力都在两老身上 还有两只毛小孩要烦 没有想这么多 虽然没有结婚打算 但宾佳琪并没有拒绝谈感情 如果两个人让生活过得更好 那很可以 若没有 一个人活得很开心 不一定要结婚生小孩 还大方透露 身边一直有为聊得来的朋友 彼此是可以谈心状态 对方是圈外人 不过他似乎也没想要一直隐瞒下去 笑说 若有一天真的拍到再说 宾佳琪真是未有想法又孝顺的好女儿 希望他要环游世界的计划 能早日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